為響應4月5號第五屆聯合國國際良心日 太極門親共養生學會 以及世界之愛和平總會等六個團體 選在今天4月6號 也就是星期六的下午 在美國加州帕薩蒂娜市政廳前廣場 共同舉辦良心嘉年華活動 透過一系列的文化表演 及攤位闖關遊戲 吸引民眾一同加入聯署 深入了解良心的重要 同時為世界的永續及和平貢獻彼此心力 知道其實在這個世界越來越多有 戰爭也好 天災人禍不斷 所以其實世界的局勢是越來越混亂 宏道子博士就特別強到 越在混亂的時代 我們更要能夠安定人心 那良心就像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的指南針 我們每個人都心向良心 然後說好話 做好事 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更好 我們一定要一起合作 一起實踐 良心才能夠帶來給這個世界 更安定 更祥和的力量 台積門掌門人 世界之愛和平總會會長 洪道子博士於開場至此表示 希望鬥過這場活動 引導人們聽從內在良心 懂得尊重並關懷他人 讓整體社會 國家及全球 充滿愛與和平 在國際局勢選進充滿挑戰的此刻 每個人的良心能夠轉動市局 鼓勵人人從自常生活中尊重和關懷他人 人人都說好話 都做善事 積極尋求和平 和諧及力重方案 來照顧地球與世人 達到永續發展目標 祈願良心領航戰後主席 天下太平 世界永續 現場氣氛熱鬧且隆重 來自世界各地的貴賓 包含賴索托前首相 厄瓜多前總統 加州財政部長代表等相關主管機關 極多為NGO領袖共同響應這個重要的日子 受持良心旗幟向上揮動 並紛紛發表建言 期許彼此團結 讓世界充滿正向能量 成功的音樂 所以我感覺很感到感到很高 甚至是心痛、惹怒 再記錄 再記錄 我們跟我們這麼做 只要給我們 你只想須得 這樣是 祝福愛 我相信 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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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们能够有的关系 让我们都能够更好 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工作 嘉年华的现场 还有许多不同年龄的民众 藉由绘画、串著、写下心愿、联书等不同的方式 加入响应行列 就如同蝴蝶效应般 闪的力量将一点一滴扩散至全球 活动最后 年轻的舞者以轻快的舞蹈歌声带动现场气氛 欢乐的音乐感染所有贵宾 希望让大家对国际良心日 留下深刻且愿意真正实践的行动 进而使地球朝向真正的永续迈进 记者昆彤、荣家、美国加州采访报导